程式设计就来说是蛮困难的啦 但其实它的有趣的地方就是困难 但不过之后的话 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连这么困难的东西呢 我都可以写得出来 会比较有存在感 不然你会觉得 好像我只能做简单的事情 后来发现我可以做复杂的事情 而且还可以做得非常好 后来慢慢发现 而且我不是本科系的 刚开始会有一点 莫名其妙的自卑感 我觉得好像我应该不如别人 后来慢慢发现呢 有很多地方邀请我 甚至我做的工作 比别人做得稍微 比较得更好一点点 为什么 因为我还有人文素颜 还有文学素颜 OK 而且我老板对我的 不是 称赞不是我的程式写得很好 他说 你的那个文笔写得很好 我想说我是工程师 你夸的文笔就好 而且他说 会之所以面试 会要我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的自占写得太好了 我想说 我是艺人工程师 你怎么 不是看我程式写得好 而是看我 但我觉得这都有关联性 因为程式是给人用的 如果你只是 写得给 好像自己觉得好就好 那当然不算数 OK 那 所以会邀请我 来上这本课 我觉得 也有其道理 那如果要找到我非常简单 其实我是相当低调的 大家不要笑 其实我不会很刻意的凸显我自己 我也不会特别说 因为我不是网红 那可是问题 你Google吴老师 第一个连结就我 除了广告以外 最近好像有一个 那个老师也叫 吴老师教学中心 还是什么之类的 那但是那个是广告 那我的牌 应该是排在Google的第一个 是我的部落格 因为我写了上千遍的部落格 我把拿 写博士论文的精神 拿来写部落格 我发现 比较有人看 我的博士论文观看制度太少了 我发现部落格观看制度是 博士论文的几万倍 感觉 很有存在感 OK 也很有成就感 那第二个呢 我第二个连结 可能就是我的教学频道 我的YouTube频道 当然跟网红比 绝对比不上 但是呢 我的订阅人数也有两万 一个教学频道 而且里面放了什么呢 都是这些东西 就是你们现在上的东西 一个两万人订阅 我觉得应该也是算 还不错了 那我的影片数量 超过两万个 所以你如果想要看我以前教的程式上面都有 很多很难的 上面也都有 有最新的啦 又比较旧的 因为我做这件事情 超过十年了 只要我上课一定要录影 我如果上课没录影 我觉得怪怪的 好像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 那为什么我要把它录下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学生会跟不上 听不懂 所以我刚才讲说你回去自己看自己听 如果你下次问上次讲的 表示你回去没有复习 OK 所以他们回去很聪明 自己会把不懂的部分重看过 OK 那这也一种方法 另外的话当然我不是只有教VBA 我教了很多了 其实只要主流的程式语言 基本上 我几乎都教过 人类现在比较夯的啦 像跟那个AI人工智慧 跟大数据分析 相关的 像Python 最近我也都教这方面的东西 不过因为呢 我知道大家需要的可能不是那么难的东西 所以我把程式设计里面 最简单的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你想要跨境程式设计 我建议可以从VBA开始 因为它的V是Virtual 视觉化的 图形化的 B呢 就是Basic Basic意思就是基本的 最简单的 OK 你可以从这边入门 那我相关的经历上面都洋洋沙沙的 那我比较值得一提 我曾经有创业经验 有五年的这个执行长的经验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也得了一个 杰出创业楷模 公司因为这样的关系也存活下来 OK 其实创业蛮辛苦 但很有趣 因为你要把你的18班5亿都要拿出来 你才有办法存活下来 OK 那另外的话呢 我的YouTube啦 目前在推广部 我们现在都推广部 还有文化大学 自强工业基金会 等等地方 都有那个课程 今天给各位的课程 其实就是那边的课程的第一个单元 OK 因为是两个小时 我想两个小时能够干嘛 所以还是会开个头啦 不过还有下一次 那也许还有之后啦 就是继续讲下去 另外的话 我也有企业内部训练 最近也在统一证券上一样的课程 OK 一模一样喔 几乎只是对象不同 稍微改一下 然后其他还有像一些全球人寿 中国人寿等等 我发现喔 目前真的金融业喔 收入还是比较高 给的终点费真的很大方 OK 感觉出来 反而现在好像政府比较没有钱 因为给的终点费还是一样 跟20年前一模一样 所以我来 我没有问说终点费多少 因为我知道 这不是重点 OK 那 所以喔 这个 其他的部分 大家讲一下 不过这奇怪的话 另外的话呢 当然因为那种关系 我拿了一些奖项 就是像那个 志强工业基金委 办一个 卓越贡献教师 不是因为我教中国的关系 是因为我教电脑 OK 奇妙的事情 另外的话呢 文化大学推广部 也办了一个那个 趋势先锋奖给我 OK 应该这不是假的 那是我 不过我有刻意吧 稍微用PS 修一下 要瘦一点 OK 好 我的证照 也超过30张 其实之前我也想说 是非文科系嘛 怎么办 没有毕业证书 拿一些证照来充速 好像也可以呼呼了 OK 不过这些证照也不难 不好考 花很多时间 好 另外的话 本来有准备 那个问卷 不过我想 时间太少了 如果你们等一下 有时间的话 你就自己稍微停一下 里面大概我想要知道 你们的电脑程度 想要学什么 还有呢 你想要课后的那个教学影片的话 那我会把它传给各位 用这个上面那个连结 那注意一下大小写 GOO.GL UJJK JJK大写 PZ是小写 OK 第一个 线上问卷 那当然我每次上课一定会先做一下 不过其实 因为云端的关系啦 你做完我马上会有个结果 统计图表也马上出来 应该如果各位用过Google表 那应该不陌生 第二个的话呢 我是用Google的那个云端印点 把资料放在云端上 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无子化 你只要到那个下载档案 所以待会呢 请各位帮我做一件事 下载上课用到的教学范例档 那个范例档的话 反正就有分类啦 我们今天是第一单元 所以会先讲文字 与资料类型的这个函数 那我们大概的方向是这样 第一个 你可以用Excel里面的函数 第二个呢 怎么再来使用VBA 函数到VBA 函数我想大部分应该都会 可是VBA可能大部分都不会 我们可以阶段性的来做 所以呢 待会请各位第一个 先帮我做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下载那个 这个这个连结 注意一下大小显 U大显 后面都小显 GOO.GL GOO.GL斜线 YW7U2K 这个连结的话 你就直接呢 把它输入到那个 Chrome里面 应该会看到这个画面 里面的话呢 这有 范例档 所以点两下 范例档 请各位把它 要不就是点两下 上面一个箭头把 把它下载一下 上面就是下载 这个时候的范例档 我们就把它下载下来 并且把它做解压说 那我会点这个 在资料夹中显示 那你或者你直接打开一个 按右键解压说 置此 解压说置此 把它解出来 那里面的话呢 请各位先开心 因为今天大概 我们的进度 原则上 就只能够讲完 第一个单元 还讲不完 我想两个小时 要讲完应该不太可能 所以我们看进度 至少我们讲个一题吧 OK 然后呢 这个文字与资料函数 里面呢 请各位先开启 第一个单元 就第一个档案 文字与资料 文字与资料函数 的练习题 那这一题呢 基本上 就要解决什么问题 首先呢 你可以打开之后 有个综合练习 这边有个手机 那这个手机 当然你各位 有想到那个499方案 所以那个行政人员 忙到翻 不过他们如果 工程效率提高的话 还要学一些VBA 不然的话 像这个题目是 之前远传电信的 内部训练的题目 他们的客服人员 一定要学会这些 不然他没办法下班 主要是什么 他希望手机这里面 要放什么资料呢 把后面这三个资料 串接成上面 各位看到的 有没有 所以他一定是09开头 0911 一个减 一个minus符号 然后呢 84 一定要3码 所以要084 再一个减的符号 再7 要3码 所以要007 那所以呢 你怎么办呢 当然我们一定不能够涂法链钢 所以有什么方式最快 OK 最快的方法 当然最好旁边有两个按钮 按下去一下完成 那就是VBA OK 但是目前没有了 不过今天我们应该会学到 怎么样快速的把这件事情解决 当然呢 在eSale里面 它有提供给你的功能 插入函数里面的话 有一个叫文字类的函数 里面就有答案 OK 当然你要能够把 这个手机的号码 把它串接起来的话 上面有一些提示 就是说 请你用end符号 end这个指的是 把文字跟文字做串接 另外的话 你可以透过rept 加L1 可以完成 rept 其实就repeat repeat函数 意思是重复 什么文字 比如说我要重复几个零 你可以用rept L1 的话是算里面有几个字 所以如果说 我今天一定要三个字 那我可以用3 减去L1 算一下 有里面有几个字 反环回来 告诉我两个字 那我就repeat一个零 放在前面就好 如果是7的话 那就是 rept几个零 那我就L1 算一下 用3去减 它里面算一个字 有没有 然后回来就2 那2就是repeat 两个零 放在前面 所以如果说我要把刚刚的需求做出来的话 其实就是在上面开始输入 你就等号 等于09 OK 然后这边的话 and符号 shift加用7 那0911就出来了 然后再and什么呢 and一个减的符号 然后再and什么呢 后面的话你就串件 不过当然你一次没办法做完 没关系 你先一半 先试试看 0911出来了 后面的话呢 再and 不过如果你现在and的这个门号区码 它会变成是84 那84少一个零怎么办 你怎么可能自己串一个零吧 因为自己串一个零 底下不见得都两个嘛 也有个三个啊 那你变多一个零 那就不对了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要判断 所以怎么判断呢 你可以在这边 再插入那个 我们的文字函数里面 有一个REPT OK 那REPT的话 意思是重复什么 他问你说 重复什么字 所以其实如果你要学会 ESAL里面的函数 你要看得懂 他问你的问题 TEST其实说 你要重复什么字啊 OK 那我们要重复的是零 所以你就是 记得 文字前后一定要双一号 包夹在里面 这是固定的规则 OK 文字才需要 那LUMBERTIES是重复几次 重复的次数的话 是根据什么 这个几个字 所以呢 里面一定要三个字 所以我们用三 减掉 里面几个字 我可以什么 打一个LEN LEN实际上就是算 哪个储存格里面 这个储存格里面 几个字 所以你会发现 三减掉LEN 他返回来 给我是一个字 意思就是说 我要重复一个零 可以看懂这个逻辑吧 不过这有点绕了一圈 有点 那就是利用自己 按个确定 你会发现 我们就 零就出来了 那你可以怎么样呢 后面再串接 所以AND AND什么呢 AND84 就是把这个储存格再点一下 打个勾 0884就有了 那因为后面默码的规则 其实跟区码规则 几乎一模一样 差别只是说 它的G4 G4 改成H4 H4 所以聪明的方法是怎么样呢 对 但是复制呢 请特别注意呢 一定要从 AND 因为后面没有AND AND Rapt这一串 把它复制之后 再贴上之后 有没有 OK 贴上哦 把这个G4呢 改成H4就好了 所以你可以 我的习惯是选取它 再点H4 或者是你这边 改H也可以啦 这样的话呢 直接再打勾 就 我好像少了一个东西 少了一个减的符号 刚刚复制应该从这边复制才对 复制减的符号 到REP先 所以刚刚应该 比较对的方法 这个应该在前面 这个应该在后面 应该是从那个 F4这边开始复制 贴过来 打个勾 OK 向下填满 就大功告成 应该可以懂到逻辑啦 只是说 这要做得顺 就要 所以工作里面就这样 如果你可以把 你想做的事情 可以跟里面的函数 整个很好的衔接的话 那以色列就听你的话 不然的话你就要听他的话 OK 就是土法律刚刚而已啦 但土法律刚刚绝对不是好方法 你事情永远做不完 不断的加班 所以上网我的课很多人就不用加班 而且工作会非常惬意 可以慢慢来 因为为什么 最后 当然这已经算最低阶的 最厉害我刚刚讲过 你可以按个按钮全部都完成 但如果旁边现在没有按钮 如果有按钮都按下去 自动就全部完成 那个就叫VBA 但是那个部分要写程式 难度又更高 OK 那请各位 第一个先试一下 我刚刚讲到的 第一个就是先到 我们刚刚讲的云端 这个GOO.GL YW7U2K 里面呢下载那个范例档 所以待会范例档 然后下载解压缩 解压缩之后的话呢 开启那个第一个档案 就是文字与资料里面的文字与资料 这一个 那试一下这一个练习 OK 那我要把画面还给各位 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还给你们 离开是 这个吗 对对对 OK好 应该有了 你们先试一下